好 那今天為了解讀這條新聞 我們特地邀請到東海大學 政經系的副教授邱詩怡 來跟我們談談 那詩怡我想今天很多人在講 這個專訪最重要就是說 蔡英文是數十年來第一位總統 就承認了有證實 應該說證實了有美軍在台灣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在講 他就是說 這個如果他也在專訪中也說 如果說台灣受到中國攻擊 美國跟其他地區民主國家 會伸出援手 他們認為這個蔡英文有這個自信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 基本上美軍駐台這不是新聞 那過去幾十年美國賣台灣武器 他除了有軍武工程師 他還有美方人員在教我們怎麼用 然後再來習近平連他都知道 AIT駐守的是美國海軍軍戰隊 那另外有一個外媒有報導 台灣比較沒有注意是 2020年去年的1月的時候 其實美軍的陸軍放出一個影片 就是美國的特種部隊 在訓練台灣的軍隊 那這個影片很快就下架 所以其實這裡可以解讀成說 美方要讓習近平知道說 警告一下就是說 我跟你面子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其實是有在 跟台灣有這些聯盟 可是這件事情跟蔡英文有信心這件事情 也不一定完全相等啊 對沒有錯 所以基本上來說 這個東西就是說 台美之間的這個軍事同盟 跟聯盟 這個已經是事實 但是蔡總統本身 他的這個回應非常的小心也很精確 他也不喜歡說好像有美軍讓我們當靠山 他就好像就會大放厥詞 或者把這個尺度講得很寬啊 OK 那另外有一個是說 專訪中有人就要講到 說蔡英文講到這個北京的威脅嘛 那看是他相信兩岸還是有機會 可以坐下來討論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蔡總統從10月10號一直到 今天這個專訪 他是硬中帶軟 也就是說現在的球 其實不是在習近平手上 是在蔡英文手上 如果十年前我不會這樣講 但是因為從拜登講到 對我們防衛的承諾 然後布林肯支持我們加入聯合國 其實現在也不是說 習近平他不斷共機擾台 或者製造區域的緊張局勢 大家就會聽他的 所以這局勢變了 但反而在這個情況之下 蔡總統他必須要非常小心的 因為美方等於把這個權力 浪很多在蔡總統手上去講話 畢竟時間應該是美國媒體 所以說這個球 的確已經不在習近平手上 那接下來就是說 我們台灣能夠做什麼 這一點是我們要思考的 所以說這個跟我們以前的印象裡面 就是說這個主導權 就是兩岸是不是要會談 這個主導權 以前在習近平手上這個事情 你覺得真的情勢是不一樣 我覺得情勢真的不太一樣 尤其有些以美論的人 可能這個想法稍微要改變 因為時間都在變 美國的政策也不可能永遠都是一樣的 OK 好 那我知道你有講到說 這個蔡總統在專訪裡面 有講到這個日韓澳洲等這個區域的民主夥伴 所以要協助支持台灣嘛 他為什麼特別點這三個國家 你覺得這有沒有什麼玄機 日韓澳 日澳我不會很意外 因為不管你從川普的這個跨的 或者是從到那個拜登的AUKUS 其實日跟澳都有在裡面 可是韓國我們知道 現在韓國的總統是這個文在寅 文在寅對北韓是相對上比較友善的 他跟之前的普景會是不一樣 所以可能蔡總統 他的國安團隊也給他一個建議就是說 基本上也希望文在寅能夠加入拜登 以及日本共同抗中 甚至是去約束北韓這個行列 那文在寅基本上一直都不是很聽美國的話 所以這也是一個滿新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宣誓 因為過去其實台韓之間的關係 並不是很親切 OK 那你覺得這一次他幹嘛呼籲有用嗎 如果關係沒有很親切的話 我覺得這個話是講給日本跟美國聽的 也就是說在兩韓的這個問題上來講 因為現在金小胖也一直在發射飛彈 一直在鬧 那他吵要糖吃因為饑荒的問題 所以蔡總統可能也會 就是會順著這個所謂的印太的戰略 去順從這個 那個拜登總統的整個的布局 OK 我想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我想很多外國的媒體 其實對我們台灣 保衛台灣的決心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多人點出了這個問號 因為主要當然就是 政兵制 政兵制這些問題 你覺得呢 我覺得武器還是要買 那雖然很貴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這是兩個國家之間 就台灣跟美國之間的一個共識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的政兵制 這一件事情其實涉及到我們的少子化 跟年輕人的心態 那募兵制也不是不行 可是你要給我們軍人更好的待遇 跟怎麼樣好的社會尊敬 不要好像過去好像覺得當兵是 比較沒有競爭力才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是整體要配套 那只有我們自己添注 自助才能夠添注 可是你覺得現在來得及嗎 現在還 Never too late 還是來得及 對啦 我覺得 這個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有共識了啦 保衛台灣這件事情 是我們自己要扛啦 我覺得看別人都沒有用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要 不管現在的台海局勢到什麼程度 應該都要很有這個理解啦 好 今天非常謝謝時宜